1987年6月28日 除了自己 大家都很自然地 关注起这场角逐的对手来 一个正读二年级的女考生 杨琴打得极为熟练 我忍不住问她的父亲 你孩子学打杨琴有多久了 她五岁半就开始学了 哎呦 两年多了 可不是吗 这两年她练得可真苦啊 我向你妈妈耸了耸肩 一死不言而喻 另一个女考生是弹古争的 八岁模样 弹的是一首颇具难度的古典乐曲 可她神态自若 弹波爬音 如行云流水 演奏水平已经不低了 我向她的母亲打听 你女儿弹得真好 学多久了 快三年了 你妈妈听了 向我悄悄地伸了一下舌头 一死同样不言而喻 再一打听 那些拉耳壶的 吹笛子的 也都是学了以年为单位的 有的早就上台演奏过了 有的甚至获得过什么少儿明月大奖赛的奖杯 当他们听说你才学了两个多星期 不是年 也不是月 而是星期 都吃惊地看着我们 意思很明显 练了才这么点时间 就敢带你到这儿来闯荡 是不是有点不自量力呀 副师和初师一样 依然在那间契约室里 依然是那三位主考老师 依然考完一个进去一个 家长不得陪同 你不再像初试那么紧张了 当我获系 你轮到副师的同时 也获系了主考老师 对你的两点不太妙的看法 一是你还不识简朴 二是你有点怯场 而这第二点显然更为重要 一个经常需要上台演出的小演员 让人感觉可能怯场 该是一个多么令人担忧 又是多么致命的弱点呢 在迎接副师的这一周里 我们除了让你继续熟练那段乐曲外 还尽可能地减轻你心理上的压力 让你感觉到 考试不过就是这么回事 没什么可惊慌的 从我内心里 确实也不相信你是个怯场的孩子 所以出现初试时的状况 只不过是你缺少这方面的体验罢了 果然 这次你表现得不错 一上场就吹出来了 而且显然比初试吹得顺溜 吹得好 我们在窗外 听到主考老师问你 还会吹其他的吗 你摇了摇头说 不会了 一共就会这两句 就会这两句 好了 你可以走了 于是 你抱着声 走了出来 我们看到那三位主考老师在商量着什么 但终究听不到他们在说些什么 当主考老师跑出来 呼唤下一位考生进去时 我们的心沉下去了 因为前几个考得比较出色的 如打阳琴 弹鼓争的 考完出来时 主考老师随即跟出来 通知他们的家长说 准备后天的文化考试和第二次复试 而对我们 什么也没说 什么也没说 看来这次复试已经是你的终点了 艺术毕竟是艺术 要靠真本事 来不得半点投机取巧 而我 曾未寻找到吹声这一冷门 着实得意了一阵子 如果不承认是投机 至少无法否认确实有那么一点取巧 让你考一小的事 算是失败了 但我毫无怨言 在回家的路上 我对你妈妈说 和那几个孩子相比 阿波确实差距太大了 你妈妈和我完全有同感 是啊 阿波练的时间时间也太短了 看来没指望了 是的 没指望了 你听到我们的谈话 扬起头来问 爸爸 医术小学不受了 看来是这样 为什么 为什么 你是在和人家竞争 懂吗 也就是比试 在比试中 有本事的取胜 没本事的就失败了 你还没有真本事 你比不过人家 于是 你就失败了 失败了 那是我学的时间短 他们学的时间长 如果我学的时间和他们一样长 我也会吹得很好 我也会吹得很好很好的 可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阿波 要想进一小 只能指望明年了 爸爸 如果我再学一年 保证能考进一小 我摸了 我摸了摸你的头 笑了 虽然我确信无疑 这次是失败了 但心里却一点也不沮丧 回顾这短短的二十来天 我觉得有极大的收获 除了让你初步领略了某样乐器的技能 并开始对它发生兴趣 还让你经历了如此竞争的场面 不管竞争什么 你毕竟第一次卷进了竞争的漩涡 开始有了那么一点竞争的意识 这无论是对你的现在 还是将来 都是大有好处的 尤其在这竞争中 你幸运地品尝到了失败 这简直美妙绝伦 我们渴望胜利 但失败的收获 有时恰恰大于胜利 当我把我的这些想法 告诉你妈妈时 你妈妈笑着我说 你也是一个阿Q 我不承认 我觉得这种收获 是实实在在的 1987年6月30日 生活就像变魔术 你居然还没有失败 文化考试和第二次复试 又轮到了你 当我接到这一电话通知时 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契约组复试时的二十人 现在又淘汰 剩下了十人 据说 这十人中将录取七人 我顿时感到大有希望 文化考试 从上午八点多 一直考到十点多 考语文数学两门 对你进行文化考试 我和你妈妈并不十分担忧 果然 你的这次考试成绩还不错 而契约组里 有一位拉尔胡的考生 却没有考及格 自然被淘汰 也就是说 又少了一位对手 将从九人中录取七人 正是很明显 我沾沾自喜地盘算着 这九人中 杨琴 古争 琵琶 琵琶 笙 笙 各一人 二胡有三人 笛子有两人 如果说还要淘汰两个人的话 那么一般情况 当然只能在二胡和笛子中淘汰 我和你妈妈的心里 都被胜利在望的喜悦笼罩着 然而 这种喜悦极为短暂 在复试前夕 你的表现又惊得我目瞪口呆 这次复试 与前天的第一次复试 情况大不相同了 不再在小小的七月市里进行 而换到了舞蹈排练厅里 这厅的顶端墙壁上 装的全是玻璃镜子 这使本来就大的排练厅 更显得偌大无比了 主考的也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三位老师 所有的老师 包括校长 书记等领导人物都来参加了 排成了一长六 考生也不再像前两次那样 轮到一个进去一个 而是同时进入考场 然后再一个一个的演奏 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使你很紧张 而问题主要在于另外那八位考生 一进入场地就旁若无人的各自弹拉了起来 拉尔胡的时而快功 时而柔弦 还时不时像领悟到什么似的 把头那么一顿 做出很帅的样子 吹笛子的 也想潇洒一番 为了充分显示自己的存在 吹得摇头头晃脑 天花乱均 那几个弹鼓争 琵琶和打洋琴的女孩 也都不示弱 不慌不忙地沉浸在各自的音乐里 面对着这一个个自我感觉 都绝对良好的你的对手 你坐在大厅的一角 竟整个呆住了 手里的声搭拉着一动不动 我明白 这时候你心里充满的不是别的 而是自卑 你已明显地感觉到 你和他们之间的差距 我们都在门外 你妈妈心急如焚地对我说 哎 瞧 阿波怎么了 他 她怎么不吹呀 快快 你得进去 给他鼓鼓劝 考试还没正式开始 我快步地走进去 蹲在你的身边 把你的声拖了起来说 阿波 瞧他们干得多来劲 你也吹呀 你得在考试之前 像他们一样 先适应适应这里的气氛 万没想到 你竟把声往我的手里猛地一推 要不是我及时抓住 这声无疑将砸在地上 当我在抬头看你时 我的心顿时凉了半截 你双唇紧抿着 满脸仗得通红 双眼气横横地瞪着我 里面迅速地饮满了泪水 你的神情是委屈而又愤怒的 你显然是在责怪我 为什么要把你推到这里来受苦受难 我的脑袋里只觉得轰的一下 像被水猛击了一棒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 面对你这副窝囊样子 一时间我真想大发雷霆 真想对老师们说一声 我们不考了 然后把你拖出去狠狠揍一顿 可以刹那 我心动的干活 又被迅速升起的柔情叫变了 我忽然又对你充满着无限的同情和理解 只想对你施以爱抚 我站了起来 一方面为了平息自己的心情 一方面试图用我的身子挡住你 免得让老师们看见你这副样子 我知道 在这个时候 不要说发火 只需要说一句分量重一点的话 就有可能使你哇的一声哭出来 而你的眼泪一旦流出来 那么 不管你后面考得多好 艺术小学多么需要吹声的小演员 那几位本来就对你 留有怯场印象的主考老师 说什么也不会录取你 这次考艺小的试 也就毁于一旦了 但我只是给你软绵绵的爱抚和温情 也是无济于事的 此时 你需要的是勇气 力量和信心 我急速地思索着 我发现 我这个平时自以为反应还算灵敏的人 在这样的时候 这么短的时间里 要找出一些足能把你从目前的囧态中拉出来的话 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我辅助你的肩 重又蹲下身子 尽可能地和蔼地说 阿波 爸爸完全知道你现在的心情 如果爸爸也像你这么小 也遇到这样的场面 也许也会像你一样的 说不定连你还不如呢 你才练了两个多星期 就过五关斩六将闯到这一步 可真不容易啊 阿波 你别看他们一个个神得不得了 可他们只会拉他们的二呼 吹他们的笛子 弹他们的骨针皮吧 他们却一个也不会吹你的声 你把声给他们 他们说不定连吹都吹不响 你要知道 这里吹声的只有你一个 只有你一个 你只要一吹出来 呵 准把他们给震了 他们也会觉得你很了不起的 你的脸色开始缓和了 眼泪终于没掉下来 而慢慢地吸进去了 我递给你的声 你也伸出双手重新接住了 阿波 你吹吧 爸爸知道 你一直是个勇敢的孩子 你想 现在只剩下九个人 而可能录取七个人 你是大有希望的 你要相信你自己 吹吧 阿波 你终于捧起了声 吹奏了起来 果然 你一吹起来 边上两位拉而呼的 不由自主地停下来 好奇地回过头来看你 瞧 瞧 你把他们给盖了 爸爸出去了 你好好的吹吧 勇敢一点 放松一点 你能成功的 你朝我点了点头 继续吹着 你开始恢复常态了 悬在我心头的一块石头落地了 我想 你现在能吹出来 那么等会儿的复事 对你就不会那么艰难了 家长依然只能在门外 但门没关严 通过门缝 我们能把里面的情形看得一清二楚 你们九个人一溜靠着墙坐着 一个接一个上场演奏 这九人中 除了你和另外一位小胖子 是一年级学生外 其余的都是二年级和三年级学生 而这些人中 你又是长得最为矮小的一个 轮到你上场时 我们发现了 我们在忙乱中的疏忽 忘了给你的西装短裤上 系上背带 你为了不使裤子 老是往下掉 指着一手抱着声 一手提着裤子 路也走得有点磕磕绊绊 这是你的样子 不可能有什么潇洒可言 而显得十分滑稽 诸考老师们忍不住都笑起来了 怎么 你连路也不会走了 你吹吧 裤子掉不下来的 你滑稽的模样 并没有损伤你的形象 在老师们看来 相反觉得更为天真可爱了 老师们的笑声也是友善的 而且起到了 意想不到的缓和空气的作用 你吹起来了 你也没办法再操心裤子 会不会掉下来的问题了 裤子确实也没掉下来 因为还有扭扣扣着 只是滑到了杜琪尔那儿罢了 你吹得还算顺畅 1987年7月2日 学校开始放暑假了 你小学一年级的学习 你小学一年级的学习生活结束了 艺术小学还没发榜 你是不是能被录取还是一个谜 尽管我们在期待着尽早揭开这个谜底 可这毕竟由不得我们了 在这次报考中 你该做的努力都已经做了 虽说出现了诸多意想不到的情况 但对你来说也是无可指责的了 今天是放暑假的第一天 我们该好好的和你一块放松放松 乐一乐了 我们一早来到了玄武湖 我差不多排了近一个小时的队 才租到了一条脚踩的又凉棚的游艇 正是盛夏 但在湖面上几乎感觉不到暑气 湖水是碧青的 可见鱿鱼在活泼蒸食 天空出奇的蔚蓝 有几朵白云在悠悠地漂浮 湖风极其清软柔和 它温存地抚摸着湖水 使湖水荡漾其可爱的微波 也抚摸着我们 使我们真有说不出的神清气爽 范舟在这天湖之间 就像置身在一幅洞中有静 静中有洞的油画之中 不远处秀美的中山 古老的城墙 湖畔城行的垂柳 衣着艳丽的游人 都使这画面更为丰富 更为动人了 我们踩着游艇 在湖上缓缓行驶 心中被说不尽的轻松和欢愉填满了 你时而拼命踩着夜轮 说是要追上另一条游艇 时而把身子探出船旋 把湖水撩拨得四处飞溅 时而突然嗷嗷嗷的高叫 时而莫名其妙的 哈哈哈哈的大笑 看着你如此尽情地发泄 你满心喜欢 满心快活的样子 我们也给深深感染了 我们一起踩夜轮 拨湖水 一起欢笑 一起高叫 我是多么希望 你永远永远也不要长大 永远这样纯洁无瑕 天真可爱 永远用你这明彻的眼睛 去爱抚世间的一切 用你这粉嫩的双手 去拥抱大自然 你的心灵永远自由自在地 游艳在这湖光山色中 无忧无虑地 嬉戏在这蓝天白云里 可是 你终究要长大的 这一年 你不又长了六厘米 变成一百二十四厘米了吗 你不是很快将从七岁 变成八岁 将从一年级 升入二年级了吗 你总是要长大的 而我 又是多么希望 你快快地 快快地长大 快快地长成一个 英俊潇洒 风流梯淌的小伙子 快快地长成一个 坚定刚毅 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生活和岁月 就像这湖水一样 永远地在向前流淌 拦也拦不住的 过去的一年 你的生活是平凡的 却又并不平淡 你的收获 说不上丰硕 却也是可观的 我差不多 已经把这一年中的一切 都记在这日记里了 我所以忠实地 原始地 把这一切记录下来 是为了你在未来的岁月里 能清晰地回溯起 你童年的足迹 为了你能从中 溃出为父我 对你的某些祝愿 纵然 我对你有种种 美好的愿望 但我也总隐隐地担忧 我的所作所为 也许恰恰在扭曲着你 伤害着你 随着时间的流逝 无论我还是你 都将在这日记中发现 我究竟对在哪里 又错在哪里 我究竟何以在思想上 出现那么多的矛盾和混乱 北京的朋友 建议我写写你 我想 我也无需去构思 去雕琢 把这些日记拿出去 里面就有一个真实的你 和一个真实的我 即便这仅仅是一种素材 我想对孩子也罢 对像我一样的家长也罢 乃至于对教育学家们 儿童心理学家们 或许多多少少 有那么一点启示 你的面前 还有多么漫长的路啊 而怎样当好一个父亲 也将伴随着我的一生 我和你都将尽可能地 撩开弥漫在我们面前的大物 去看清前面的路 我的心里 一直藏着一个小小的野心 希望在你的身上 重新塑造一个我 我的优点 能在你身上发扬光大 而我的缺点 能在你身上 不复存在 我希望你不要在平静安逸的道路上悠闲的漫步 而要把自己置身于艰难和面临挑战的激励之下 不要像我刚过儿立之年 就贪图养尊处优 甚至开始厌倦人生之一搏 我希望你永远能承受得住胜利和失败的考验 面对胜利虚怀若骨 面对失败 绝不气馁 微笑而又适度地把握着自信 不要像我 常常会用愿望去代替行动 用知足常乐来聊以自慰 我希望你对任何人都不卑躬屈膝 对任何人都不趾高气扬 勇敢地足以面对强暴 聪明地足以认识自己的缺点 不要像我 总想征服别人 却没有想到首先应该征服自己 我希望你真诚直率 行地善良 宽容大度 胸怀坦荡 不要像我有时候还不懂得谦让 我希望你活泼开朗 而又温文尔雅 坚定顽强而又柔情荡漾 沉稳不失机 庄重又复幽默 不要像我有时会把油滑当成灰蟹 把粗暴看作飘悍 我所以把这些希望写在日记里 是希望你也希望我在人生的旅途上走得更坚定一些 更扎实一些 至于你长大了 究竟是什么样子 我 我不知道 游艇 游艇在湖面上滑行 人生之路和这湖面一样 石儿会荡动着美丽的波纹 泛起 泛起迷人的涟漪 石儿也会出现可怕的漩涡 涌起 害人的浪头 不管前面是什么 阿波 让我们一起 卖动双腿走吧 大步走吧 大步 大步 戴上 缫